Hello 大家好 我是公益诉讼检查宣传形象大使王俊凯 今天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和我的身份是息息相关的 这个地方听起来很神秘 其实它与我们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 就是这里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 听说里面有很多黑科技 检察官们会在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时都会用到 走一起去看看吧 老师你好 我很好奇 咱们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都有一些什么制度呢 你好小凯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 主要承担最高检业及下级检察院送检的 重特大和疑难案件的检验鉴定和技术性证据审查的工作 同时它也是权威的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 话重点了国家级 这次探秘很令人期待啊 那就让我们跟随工作人员的脚步一起去看看这些神秘的实验室吧 小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卫星摇杆应用实验室 现在我们所看的大评是公益输送摇杆信息分析取证平台 检察官们在办理非法采矿大气污染等案件时 废青摇杆技术会在案源线发现关键证据收集等关节发挥重要作用 比如说检察官接到举报 某地有座垃圾山已经严重影响了周围居民的生活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公益输送摇杆信息分析取证平台 清晰的对比出垃圾堆放前后或者河流被污染前后的样子 帮助检察官们锁定证据 办理案件证据是关键 大家看到了吗 公益输送摇杆信息分析取证平台的功能真的是非常强大 检察官们办理公益诉讼案件还会用到哪些黑科技呢 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这里是最高检司法检定中心的生态环境检测实验室 感觉这个实验室的科技感十足 我们一起去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吧 老师您好 您好小凯 生态环境检测实验室主要解决生态环境破坏 和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件中 污染物性质鉴定损害范围及程度鉴定等问题 可以对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等环境界质中的重金属 有机污染物等物质进行定性力量分析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吃到米饭 如果种植水道的土地出现了问题 就会危害我们的健康 运用我们实验室的设备可以对土壤进行检测 我来演示一下 当我们拿到土壤样品 首先把它放在这个像微波炉一样的设备里面 用酸把它削成为溶液 然后我们用破扁机的叫做电杆和等银子体质浦移的设备 对土壤中的重金属进行定性定量分析 这个设备可以对环境中的千隔 拱等几十种有毒有害的重金属进行分析 这些金属可能导致儿童大脑发育迟缓 骨骼病变等等危害 所以需要在特定环境中严格控制它们的含量 保证我们的环境和食品的安全 长知者 生态环境检测实验室为检察官们的工作 帮了不少的忙 那么对于保护我们最关心的食品药品安全 这些黑科技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走我们继续探明 现在我们来到了食品检测实验室 可以看到也是有很多的科学仪器 那么还是请工作人员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老师您好 小凯您好 食品检测实验室可以对食品中的农药残留 重金属污染物等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进行检测 同时它还可以对保健品中部分尾精药物进行检测 有效帮助检察官们办理食品药品相关公益诉讼案件 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在探测厂买了一袋子苹果 不放心想了解水果中是否含有农药残留 那么我们拿到实验室 经过一系列古杂的药品前处理过程 我们把这个提取液 放到这台叫做西向塑测支付联用鱼的设备中 这台仪器可在半小时内 剪出近百种农药残留 功能非常强大 太神奇了 有了这些高智能设备和检测官们的工作 我们关注的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安全 也能够放心了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这一天下来 学到了很多知识 检察官们用这些先进的技术 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有力的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和食品药品安全 我是公益诉讼检察宣传形象大使王俊凯 公益诉讼关系着每一位公民 马上张军检察长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做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里面有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最全最新的数据和成果 大家要记得关注哦 请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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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